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张大数据应用 所以时间延迟的一个图谱 越往右边的时间延迟越短 左边相对来说 对时间延迟就没有那种高的要求 左边一个比较典型的应用 比如说P2 右边的话呢 比如说和安全性非常相关的实时性封控 这种类型的这个作业 对时间延迟和高可用性 都有非常高的要求 Flinger出生的时候呢 大概就在这个中间 这个白色的圈圈这个位置上 在过去两到三年里面 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使得Flinger的应用图谱 向左边和右边都有了比较大的扩展 向左边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Flinger流皮一体 向右边呢 就是Flinger向更极致的流计算的发展 这其实就衍生出了 今天我要讲的两个主要的议题 流皮一体和极致的流计算 流皮一体其实已经讲了很多了 那怎么能讲的有点心意呢 今天呢 我想着重从整个系统架构的 眼镜的角度来对Flinger的流皮一体 做点总结 那另一方面 从在这个极致的流计算方向上 我会各测证于未来的方向 背后的思考 以及目前的一些进展 然后来切入 在进入正题之前 我想还是要讲一讲这个Flinger在阿里巴巴的发展史 我们来看一看阿里巴巴作为Flinger发展最大的推动者 在Flinger成长过程中所起到的先锋作用 Flinger在2014年底正式成为阿帕奇的顶级项目 在2016年Flinger实施计算 所次用于阿里巴巴的淘宝搜索推荐 并且在当年第一次上了双11 这个过程中 阿里巴巴实施计算团队做了大量的工作 来优化Flinger在大规模产品下的性能和索定性 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Flinger的阿里巴巴版本 到了2017年 阿里巴巴内部几乎所有的核心的实施计算业务 都是基本上基于Flinger的 到了2018年 我们更是推出了基于Flinger的云产品 用于服务中小型的客户 并且在同年开始流PET的探索 到2019年初 阿里巴巴收购了Flinger的初创公司 并将阿里巴巴对于Flinger优化的版本 Flinger回馈给Flinger社区 现今的Flinger已经成为国内外 事实上的实时计算标准 流PET在2020年双11 也首次在天猫的核心业务场景中落地 极致的流计算相关的项目也相继启动 我们可以看到在被收购以后 Flinger它的社区 无论是在活跃度还是在贡献方面 都有稳定快速的发展 而根据去年的这个阿巴奇的财献报告 Flinger是目前最活跃的开源项目之一 它的dev和user邮件列表活跃度位置第一 在commit提交数和github访问量上排第二 那从这个图里面也可以看到 Flinger现在其实已经渗透到了 阿里巴巴内部的所有业务当中 在外部呢也有非常多的Flinger 也有非常多的公司用Flinger作为数据处领情 国内外公司都有这里贴出了其中一些公司logo 这个logo墙是每年都在增加 这里由于这个篇幅的这个大小 我们也只能贴出一小部分 这是去年的双11的一些结果 我们看到这个天猫大屏 其实连续更新了11天 那中间这个4982亿这个大的数字 就是Flinger实时计算更新的 这里还有一些去年的数字 Flinger都是相对这个实时计算来讲的 Flinger的处理的峰值达到了40亿每秒 数据量达到了7TB每秒 相当于每秒钟可以读500万本新华字典 端到端的延迟平均控制在一秒以内 从体量上来说呢 我们有35K的pipeline 总CPU核数达到了150万 那刚才其实讲的还是Flinger的实时计算部分 在开篇的时候我们也提了 Flinger现在其实不仅仅可以做实时计算 我们的计算图谱也已经向左边推进了 这就是引出了今天的第一个topic Flinger的流皮一体 那Flinger流皮一体在去年双十一天猫核心分析系统中 第一次正式亮相后面我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结果 那我想说的是像天猫这种和决策相关的系统 一般都会提供两种分析报告 一种是增量产生的实时报告 也就是说有新的数据就产生新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incremental stream processing 可以根据这个实时的结果做实时的决策 另外一种呢 就是等到所有的数据都拿到以后 直接产生最终结果 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离线批处理 bash processing 这种离线计算一般会用来做笑验 或者提供历史数据的对比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传统的lambda架构 这个图也就是一个简化版本的lambda架构 那从那个图里面我们几乎可以 马上发现它有很多问题 第一个是同样的逻辑 我们在流合P两个引擎里面各写了一遍 第二个是我们需要维护 同时维护两套pipeline 两个系统 那第三个更重要的是 因为系统都一样 其实我们很难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而当这个流合P的数据结果不一致发生的时候 我们非常难以调适 很自然的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想法 我们是不是可以将流处理和P处理统一起来 那在具体讲细节之前 我想讲一点题外话 就是这个 在flink出现之前 流逝计算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二等公民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flink出现之前 大家都觉得流逝计算的结果是不精确的 所以说一般我们都会有这个lambda架构 它有用一条这个stream pipeline 来增量的产生实施的结果 它一定会有另外一条batch pipeline 来做结果的效应 而flink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flink它的一个很核心的点 就是它的轻量级快照算法 可以提供无损的容错恢复 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flink的exact once 一律保证 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不需要依赖额外的P计算 来对流逝计算的结果进行效应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flink的exact once一律保证 其实是我们能用flink做流P一体的基石 这个是一点个人的浅见 我们下面还是言归正传来讲一讲flink的流P一体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这个流P一体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前面其实都有提过 这里再总结一下 第一个就是对于实时计算 对于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 我们需要能够复用代码和实现 第二个在API这个层面 我们需要对流和P提供一致的语义 把复杂留给自己 把简单留给用户 这样用户的话 就无需学习两套语言或者API 第三是在运行系统层面 也希望能够尽量的做到一致 所以用户不用维护两套系统 第四个是可以混合的处理实时和历史数据 也就是我们能够无缝的连接这个实时和历史数据 我们能做backfill 回填追赶数据 那我们怎么能实现这些目标呢 在讨论这个之前 我们实际上来看看流和P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的不一样主要是这个两点 一个是输入数据的完整性 第二个是端到端延迟的要求 对于流处理来说 输入数据是无限的 新的输入马上就会被处理掉 增量数据会产生增量的结果 所以端到端的延迟会比较低 而对于P处理来说 输入是有限的 数据处理会对一个完整的数据集 产生一个最终结果 所以延迟一般来说都会比较长 在flink里面呢 我们引入两个概念来表达这种区别 第一个就是这个 unbounded versus bounded input 无限数据集和有限数据集 那很明显的 有限数据集其实是无限数据集的一个子集 从这个图里面能看出来 第二个概念是这个执行模式 在flink中有两种执行模式 stream versus batch 分别对应增量计算 也就是incremental stream processing 和只产生最终结果的P式计算 也就是batch processing 从上面这两点来看 我们其实可以认为P处理 是一种特殊的流式处理 在概念上来讲确实是这样 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 为什么没有那么简单呢 我们从各个层面上来看一下 分别是API层 算子层 run time层 以及 调度 容错 整个这个control flow层 首先是这个API层 flink呢 支持两种类型的API 一种是声明式的关系型 seeportable API 另一种是命令式的 data stream API 并且这两种API 在同一个program里面 是可以混用的 这两种API 对于流和p的表达 都进行了同一 那其中比较值得 思考的部分 是对于时间的表达处理 时间在流计算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一方面是因为流的输入数据 是时间有序的 另一方面呢 我们需要基于时间来决定 什么时候增量的触发输出结果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流里面 很重要的概念 watermark watermark是用于定义和衡量 输入流的当前处理时间 如果我们输入数据的时间戳比 我们现在的watermark要晚 那相当于这个数据就来晚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常常说到 说的晚到的数据 late data 那watermark如何计算 晚到的数据需要如何处理 到底是直接丢掉呢 还是要做retraction 这这这些其实都是 比较复杂的问题 而对于有限数据机来说 时间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的 也不存在晚到的数据 这这这类说法 因为在处理的时候 数据已经是完整的了 我们只需要处理 我们只需要产生最终的结果 就可以了 flink为了统一流和p 在watermark的处理上 在batch execution模式下 我们在处理开始之前 我们的watermark被设成负无穷 当处理结束后 watermark直接跳变为正义成 这样在这个stream和batch 这两种模式下 对于时间处理上 流和p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特殊处理的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是这样把这个时间 给统一起来了 那下面来看一看第二层 算子层 这一层呢 我们主要讨论 这个对于有状态的算子 流p是如何统一的 有状态的算子 因为牵持到这个状态的存储 其实传统的流p 对于 这个这两个处理是很不一样的 无状态的算子 我们这里就不讨论了 因为它们其实本身没有 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在流计算中 因为是增量有序的计算 所以我们需要记录 有状态算子的中间状态 而且需要定期的做checkpoint 要不然的话 如果中间发生容错的话 那中间状态就丢了 有状态的算子 这里指的 比如说像 aggregation join 那么下面来看一下 有状态的增量计算是如何进行的 那途中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中间状态 被存在一个叫 stay table 这样的数据结构中 当有新的数据输入的时候 stay table也会随之被更新 而且会输出增量的结果 那这个对于流适的这个计算来讲 它的状态管理 在状态比较大的情况下 其实是相对比较复杂的 比如说我们说状态大到内存装不下 我们怎么办 同时它还会带来一些额外的开销 比如说对stay table的频繁的读写 存储等等 同样的在batch模式下 就是因为输入是有限的 我们可以对输入根据key值进行排序 然后做group counting 因为数据已经排序了 所以stay table里面 不会同时存有多个key的状态 所以stay table既不会很大 也不存在频繁读写的问题 所以batch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怎么样对有状态的算子 做到流P统一呢 这里做了一个很有趣的trick 我们其实是在这个流式的incremental counting operator 输入数据的时候 在它的输入的input gate里面 增加了input sorting的逻辑 这样流P在算子层对有状态的算子处理 我们也可以统一起来 都是用这个 但只是说在做p处理的时候 我们增加了这个input sorting 那么第三层 如下一层就是执行层 rontime层 这层我们主要讲两个问题 一个是数据传输 另一个是checkpointing 在flink里面流的执行模式下 上下游它实际上是通过pipeline shuffle来连接的 它的特点是如果上游有处理完的结果 就会马上向下游发送 这样我们端到端的延迟就会比较短 这也符合增量处理的要求 状态在增量处理的过程中也会随时被更新 同时呢 因为数据是无限的 所以在做增量处理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定期的做checkpointing 给staytable做快照 这样容错需要恢复的话 我们可以从这个中间快照点恢复 我们之前讲过的flink可能保证exactly once 与利益就是通过这个机制来实现的 在p的模式下呢 因为数据是有限的 对延迟性要求也不高 所以我们可以将输出结果落盘 并且采用blocking shuffle来连接上下游 这样的好处是说上游在结束处理 以后就可以直接退出了 从调度的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一个接一个的调度执行task 每个task的输出结果 会在整个这个业务作业结束以后 同意的清理 所以这样看的话 我们其实就没有必要对batch做checkpointing 对吧 因为如果容错发生的话 我们只需要回溯到之前的中间结构就可以了 那在shuffle这一层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统一的shuffle API 使得我们的shuffle service可以做成可插拔的 对于这个流的shuffle和p的shuffle 如何统一 就是用这种plugableshuffle service来完成的 目前在阿里巴巴 那我们有三大类的shuffle service 第一类呢 就是由task manager来管理的自带的build in的shuffle service 这个社区里面也是有的 那自带的这个shuffle service呢 它有多模式的 也有batch模式的 在我们在flink1.13 对task manager的batch shuffle的稳定性和性能 都做了很多工作 所以现在flink自带的batch shuffle 已经生产可用 但是显然来讲呢 这个tmshuffle就是自带的shuffle 对batch的优化还是永远不够的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考虑的问题 一个是因为中间的shuffle数据 只有在整个job退出的时候才会被清理 所以我们task即使可以提前结束 但是task manager就目前的实现来看 是没有办法失望资源 所以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第二个是shuffle数据和这个计算强绑定 对于这个现在的这个tmshuffle来说 它其实对于弹性扩容 以及物理资源的隔离都是很不利的 特别是我们以后要向云的方向发展 对吧这个其实是是是非常不利于做呃 纯算分离的 第三个就是读写性能和稳定性的问题 因为这个缺少这个全局的视野 所以说这个嗯 built in 的这个tmshuffle 在性能和稳定性上是很难达到最优 那么另外第二种shuffle呢就是呃 externalshuffle service 就是比如底座如果提供shuffle service的插件 然后我们可以基于这些插件 来实现这个基于底座的shuffle service 比较典型的就是yungshuffle service 这这种externalshuffle service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由task manager 不释放资源导致的资源浪费 但其实我们刚才说的第二点和第三点 就是纯算分离和这个全局性视野的问题 它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所以基于这些这些问题啊和考虑 阿里巴巴内部推出了一个新的部署形态 叫remote shuffle service 呃就是实际上是实现了针对呃 batch shuffle 用化的一个独立部署的shuffle service 这个remote shuffle service 在今年的618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阿里巴巴内部上线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我们不认了也会将这个部署开源 好的这个是shuffle service 这个部分 那最后一层呢 就是调度和容错 在前面的slides里面 我们其实也也有所设计啊 我们有提到如何批的作业的生命周期 以及容错方式其实不太一样 在流失处理中 所有的task必须都被拉起来以后 整个job才能开始运行 这里所长的task是指一个算子的 一个物理实力 整个作业所有的task都需要参与 checkpoint的过程来完成一个完整的 中间快照 而在批处理模式中呢 task是一个一个执行的 当然前提是所有的上游数据都需要准备好 容错呢通过回溯到之前的中间数据 所以它不需要参与到checkpoint的过程 过程里面 那我们怎么能把这个过程统一起来呢 我们通过一个叫pipeline region的 这个这样一个概念 那pipeline region的不明思义就是一个区域里面 所有的task都是用pipeline的这个shuffle边来连接的 这就是一个pipeline region 我们以pipeline的region作为调度和容错的基本单位 这里其实显示了一张完整的word counting的执行图 这个图有四个算子 每个算子被并行度为二 那算子source map count for sync 在流模式下 task之间你可以看到都是通过pipeline shuffle模式来进行连接传输的 那这样一个图一整个图呢 它就是一个pipeline的region 在batch的模式下 有些边是blocking 注意到这里并不是所有的边都是blocking 因为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边都落盘 都是变成blocking的话 那其实所有的数据都需要落盘 那效率实在太异了 这里我们根据优化错误了 我们只对中间的这个all to all的连接 把它设成是blocking 剩下的还是pipeline的连接 根据前面讲的这个pipeline的画法 这个blocking边会将整个这个图分成四个区域 就是下面这个四个区域 区域内部呢都是通过pipeline连接的 区域之间是通过blocking连接的 对于调度来说 我们以拓谱去依次调度每一个pipeline的region 而在同一个region里面 task是同时调度的 对于留的作业来说 留的作业来说 因为它只有一个pipeline的region 所以留的作业的task都是同时调度的 这就是从调度的层面 我们怎么把留和P在调度统认起来 它对于容错来说呢 也是以region为单位的 留的作业的容错 因为它只有一个pipeline的region 所以它作业中的所有节点 如果有一个节点就挂掉了 它作业中的所有的节点 都会重新回滚到之前做的那个完整的快照点 那对于p作业来说 其实没必要这样对吧 因为它只需要 它只需要 如果它的这个输入数据是完整的 那么我们只需要重新run一下 当前的这个region里面所有的task就可以了 那这个如图所示啊 这个是在batch的模式下 如果这个打叉的这个 这个count挂了 那我们只需要把 灰色的region重跑一下 只要上游的数据是完好的 就可以了 那如果上游数据不完整的话 我们当然需要进一步回溯到回溯 直到产生所有需要的数据 那这个是在这个容错的方面啊 流合p的力度是怎么统一的 那么这里流p一体四层的统一 在flink里面我们都讲完了 所以稍微作业总结啊 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flink在API层 在算子层 在执行层 在容错调度的control flow层 我们都做了一系列的努力 做到流p一体的统一 总体来说呢 我们想通过这些努力呢 使用户无论是表达流或者p的作业 都能够得到一致而完整的用户体验 用户学习一种API 使用一套作业代码逻辑 维护一个系统 就能得到一致的结果 那显然呢 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 把所有的流p一体工作都讲一遍 那这里列出了流p一体方面 工作的一些主要的mystone 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可以可以看一看 特别是上面这个访问链接 里面有对流p一体工作的 比较详尽的介绍 那么flink的流p一体 在1.13版本中已经可以做到生存可用 1.14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 基本上在我们10月或者11月发布的1.14 将要发布的1.14版本 发布以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流p一体的这个 story 那有始有终是吧 前面提到过flink的流p一体在去年双11的天猫的核心的分析系统中 第一次正式亮相 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到底亮了什么相 许多什么成果 从这个dashboard中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这个流p一体在这个双11当中 主要还是用来做这个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的实时对比的 因为你当天可能需要实时的对 对活动和对对当天的活动 对历史数据进行一些比对 拿到一些实时的反馈 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决策 从成果上来讲呢 主要就是这个下面下面写的这个三点 一个是数据的一致性 其实这个数据的一致性是 为什么天猫的p作业最终会签到flink的p作业上 使用flink的一套的流p一体的整个体 架路体系来来来完成这个和历史数据的比对的主要原因 因为数据不一致实在是太难debug了 根本就查不出原因 那第二个呢 就是一套代码一套系统 使得整个开发效率的提升 提升到四到十倍 那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这个resource efficiency上 其实从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flink的batch的这个性能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在签到这个flink的p作业以后 我们的daily report提速平均提速四个小时 而且由于我们flink的流p作业混布 其实我们的资源要减少差不多有一半左右 所用的总资源 那这边还想再分享一下这个flink的p作业的这个性能 flink的batch performance 是在这个tbcdsbenchmark上跑的 你可以看到flink的batch经过四个版本的反复打磨 我们的性能在过去四个版本中已经有了非常多的提升 3x倍的提升 而且呢在flink的batch 在flink的1.13 我们对flink的稳定性有的非常非常长度进步以后 现在已经做了一个生产口容 第二个从性能上来讲 它可以媲美任何一款工业级的p处理引擎 以上呢就是flink的流p一体的部分 下面第二个部分呢 我想讲一讲flink的极致流计算 这个还是之前的那个这个图谱 应用图谱 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讲的流p一体主要是 讲怎么从中间这个位置向左边扩展 但是我们其实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向右边这个部分 扩展的步伐 我们知道flink是实时计算流适处理起家的 那那到底那到底是什么阻碍了flink 向极致流计算更进一步呢 或者说它为什么做不了极致的流计算呢 这里说我们要提一下的说 这里说的极致的流计算 是对延迟性和稳定性 以及一致性要求度非常高的这个这个这个作业来讲 比如说和安全性相关的风控等等应用 我们知道这个flink在正常处理的情况下 除了除去需要定期去做一些checkpoint 它几乎没有什么额外的开销 所以说它正常处理是非常高效的 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其实它在容错恢复的时候 代价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的 它需要把整个作业停掉 然后从过去的一个快照检查点恢复 那这个过程呢至少在秒级 在作业状态比较大或者规模比较大的情况下 甚至会达到分中级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刚才说的这个正常处理的情况下 它的延迟能达到100毫秒以内 但是容错的这个时候 容错的这个这个路径上 它就做不到这么快 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到这个flink 极致流计算的关键路径 其实是在容错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在一年前呢 就已经启动了flink容错2.0这个项目 容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如果展开讲的话 考虑的维度是非常多的 由于这个talk的时间问题 我们这边还是主要讲这个数字 数据在无损恢复 exactly once这个维度来讲的 如果我们讲到数据有损 单点恢复 那内容实在太丰富了 这里肯定是color不了的 所以呢我这里会主要讲几个我们在做的 也是很快会在我们vvp产品里面 支持上线的和checkpoint的提升相关的部分 我们知道流的容错第一个步骤 就是做快照 之前讲的flink的轻量及快照算法 它之所以轻量呢 其实就是它只需要对每个operator的状态进行快照 它只需要对状态进行快照 那这样对于输入和输出 channel里面的数据怎么办呢 所以它引入了一个channel里面数据对齐的机制 正常的情况下其实都没有问题啊 但是在反压的情况下 数据流动非常缓慢 那这个对齐的过程 可能由于反压的原因 它几个小时都完成不了 那怎么办呢 那如果你连切困的都做不完 更能谈得上容错吗 对吧 所以我们一个折动的办法就是 我们也别对齐了 我们直接做快照 但是呢我们把没有对齐的这个部分的数据 也放在快照里面 那这就是我们讲的online checkpoint 所以online checkpoint呢 实际上是解决了在反压过程中 无法做出checkpoint的问题 这里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数字对比啊 就是已有的这个align checkpoint 和online checkpoint 做checkpoint所需时间的这个对比图 正轴是checkpoint的 做checkpoint的所需要的时间 横轴你大概可以理解成 如果往右边的话 这个反压情况又越严重 你可以看到随着反压越来越严重 align的checkpoint的所需要的时间 是越来越大 呈指数就上升 而online checkpoint的 无论是否反压 它的时间就非常恒定 大概在七百分钟左右 第二个我们做的事情呢 就是这个叫dynamic buffer management 这个优化是从online checkpoint 延伸下来的 这个其实是基于我们的一个观察 就是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很大的 input和output channel buffer size 这个buffer size太大的话 除了让我的作业在反压的时候 整个数据链路的这个buffer被填满 然后让我的作业内存超用 产生out of memory的这个压力 其实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提供一种能够动态调整 buffer数目和大小的机制 能够在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 最小化整个pipeline所需要的buffer size 这个好处是说那online checkpoint 需要快到channel的数据就变得更少 有了这个dynamic buffer management 以后基本上online online checkpoint和align checkpoint 在做checkpoint的开销上是可以持平的 就是因为它的channel的数据 需要存的也非常少 而且这个dynamic buffer management 可以极大的减少整个pipeline的 这个memory的footprint 而且会更加容易 在平时的时候也会更容易做checkpoint 因为它需要bypass的数据会更少 那前面那这个 那这个dynamic buffer management 主要就是进一步的提升 这个做checkpoint的 使得在反压的情况下 进一步的使做checkpoint的更容易 那其实前面讲了两点 主要是讲怎么能让checkpoint做得更快 但是还不够 为什么呢 因为flink的checkpoint呢 其实只有两个部分组成 同步的部分和异步的部分 同步的部分很快啊 就是同步的部分做完以后 其实你就可以做正常的数据处理了 但是checkpoint的一个checkpoint真的完成的话 它必须要做它的异步的部分也需要完成 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checkpoint被完成了 那这个异步的这个部分呢 主要是用来uploading状态数据的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它是有物理限制 它是有物理极限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异步的 这个stay table上传数据的过程 从原先的checkpointing这个procedure里面 这个过程里面拿出来 所以现在的状态呢 我写两份 一份写增量 写在这个state change log里面 另一部分呢 跟原先一样 写在这个state table里面 那原先的state table 还是可以周期性的做compaction和materialization 但是呢 我现在的一个checkpoint呢 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就是增量的state change log 和物化的state table两个部分组成的 所以说我的这个checkpoint 不再依赖你的这个 这个异步的上传过程 所以你当前有物化的这个 这个state table是什么样的 我就用什么样的 剩下的部分 从这个state change log里面 做snapshot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一个好处是 我们可以实际上把checkpoint 做得非常高频 可以达到秒级 那最后我想要强调的是 我们这几个加速checkpoint的feature 在我们阿里内部目前都正在验证中 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VVP版本中 会一直上线 那photaurus 2.0 其实还有很多在做的事情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能一一举例了 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从这个图谱上来讲 是想把flink向全图谱的数据应用推 推进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未来flink的一个 大的这个发展的发展的方向吧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这个花了这么长时间听这个talk了 然后讲了快四个目的就是想总结一下 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想想一想这个talk到底讲了什么的话 我想我想总总结下面这个几点 一个是flink呢 它虽然是流式起家的 但是它到发展到现在 它已经不仅仅只是做流计算了 flink的batch 无论从性能上还是从稳定性上来讲 都已经生产可用 并且不输于任何一个工业界 工业标准的这个PP处理引擎了 第二个呢是flink它的这个流域一体 它实际上是在各个系统层面上 都都都做了流域的统一 不像其他的有些系统啊 可能只是在API层做了做了统一 或者或者或者其他的 那我们为什么花了这么大代价 在各个系统层都都做了很多的这个流域一体的工作呢 其实就是想达到下面这个三个目的 一个是一种API 一套作业代表逻辑 只需要维护一个系统 就可以得到流域一致而完整的结果 第三个就是我们希望流域执行之间 可以做到无缝的切换 你得统一它你才能无缝的切换 对吧 第三个呢就是所有这一切啊 flink的exact once 保证是基石 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其实也 花了最后的一点时间 讲过flink在极致流计算方面的工作 这些工作呢很重要 我们也很快会在我们的VVP版本中上线 敬请期待 最后希望大家 最后感谢大家并且 keep safe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也欢迎 线下讨论 这是我的linkedin的链接 同时呢我们也在招人 就各个方向都在招人 非常希望对 技术有梦想的人能够加入我们 一起构建新一代的 flink流失计算引擎 和产品 好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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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